好这个4月强证过后呢 国际联青社总会持续来关注花莲 那么台日社友们共同了募集 将近50万元的爱心善款 希望能够将这部分捐助给 富裔金华受宰户 同时也抑注到 珍吉祥食物银行花东专区 以实际行动来协助受灾走过灾后重建 4月份强证过后 国际联青社总会持续关注花莲 台日社友们更共同募集了 将近55万的爱心善款 希望能将部分捐赠给富裔金华受灾户 同时也抑注到珍吉祥食物银行花东专区 因为0403地震的关系 我们知道花莲灾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台湾国际联青社 就发起了这个真正的活动 我们的兄弟社 日本的兄弟社 他也捐款 特别指定要给花莲地震专款专用 这笔散款中有25万元 是要给富裔金华 希望协助灾户 度过等待重建的满满长路 那在这边又要特别非常感谢我们苏博勋总会长 那今天特别来到花莲施工所这边做一个捐赠的一个动作 那在此要还是要特别谢谢我们不管是在台湾的我们的社团或是我们公司 还是日本的社团或是公司 真的感谢大家在0403的这个地震期间 那帮助了非常多我们受灾的一个灾民 那也捐赠了非常多的一个金额来帮助他们 那最后也希望如果有还有这个转介的金额都可以跟我们 这边有一个平台来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会提供到我们各组委的一个社群里面 那再次的感谢大家 民间社团串联国际资源 共同攜手提防政府将爱心深入灾区 以不同形式陪伴灾民走过难关 也让社会处处留下温情 记者刘明胜华联士报导